大陸全國人大在3月5號的時候開幕 國務院總理李強也發表了 任內首份的政府工作報告 對台內容重申堅持一中原則 以及九二共識 經濟的部分呢 也把大陸全年的GDP成長目標定在5% 但是李強同時也提到 要大陸各級政府要習慣過緊日子 大陸14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 上午9點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 大陸總理李強首度發表政府工作報告 我們要堅持貫徹新時代 黨解決台灣問題的總體翻譯 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 堅決反對台獨分裂和外來干涉 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堅定不移推進祖國統一大業 涉台議題 李強重申九二共識和平發展統一關鍵詞 而會中同樣備受國際關注的 還有公佈GDP增長目標 提到國防李強說到要全面加強練兵備戰 堅定捍衛國家主權 外交政策反對霸權霸道霸凌行徑維護國際公平正義 李強工作報告一小時內就結束節奏明快 但這次兩會碰上京夏水域衝突延燒 提及相關問題解放軍人大代表態度謹慎低調 近期在京夏的水域比較緊張 海軍怎麼看這樣的形勢 我們不太方便回答 不好意思啊 好像是不接受魏京醫院的採訪 李強第一份總理工作報告 兩岸論述只有100多個字 而且沒有公佈軍費 那今天的GDP目標呢 是跟去年一樣 是最保守最低的經濟數字 我們跟他提到是說呢 要習慣過緊日子 以上TIP新聞朱光宏 陳佑文在北京的採訪報導 好我們知道歷來大陸兩會之後呢 國務院總理記者會 就是一年當中唯一一次 與中外媒體問答的場合 這目的呢 是要讓外界瞭解到 總理對於內政外交的相關看法 但是今年卻突然宣佈喊咖 而且今後也不再舉辦 外媒就分析喔 這代表大陸政治的透明度 將大開倒車 1988年第七屆全國人大會議 當時擔任國務院總理的李鵬 率領三名副總理 跟中外記者面對面 1993年起 總理記者會開始常態化舉辦 也是一年當中 唯一一次接受中外媒體 提問的場合 留下不少經典回應 不管前面是地雷鎮 還是萬丈深遠 我將勇往直前 我認為公平正義 比太陽還要有光輝 今年十四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閉幕後 不舉行總理記者會 如無特殊情況 本屆全國人大後幾年 已不再舉行總理記者會 往年在兩會前舉辦的三中全會 先是不開了 接著又打破35年來慣例 不再舉辦兩會後的總理記者會 美國之音分析 這代表國務院和總理未接被矮化 美國媒體CNN跟日本富士電視台 都認為這會讓外界 對大陸決策透明度更加擔憂 而旅美中國學者鄧綠文言辭批評 這等於公開羞辱李強 中共中央很擔心 這個總理跟這個所謂的總書記之間 他的意見不同掉的時候 或是總理又不小心說出 內部的一些經濟的問題 全國政協會議開幕後 跟在大陸國家主席 習近平後方的李強 臉上仍掛著微笑 跟習近平的互動 成為各界關注焦點 TV別新聞綜合報導 大陸財政部列出今年度的 國防預算高達了新台幣7.32兆 增幅達到7.2% 而且比台灣更是高出了12倍 日媒就分析 中國大陸在經濟不好的狀態下 大陸強化軍備的動作越來越明顯 但是彭博社也指出 像是在美國同樣 也增加了下一個年度的軍費預算 最快時速達到800公里 左右雙翼可搭載對地或對海導彈 中共解放軍的天鷹無人機畫面 央視守護曝光 天鷹無人機採用降噪設計 躲避聲音監測 另外巡航狀態下 能躲過光學和紅外線探測器偵測 隱身性能超越殲20引擎戰機 為了因應軍事擴張需求 大陸最新公布今年國防預算編列 為1兆6655億人民幣 相當於7.32兆新台幣增幅7.2% 相較於2020到2023年增幅維持近五年高點 更比台灣今年國防預算6068億多出12倍 全面加強練兵備账 堅定捍衛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 與美國等軍事大國相比 中國的國防支出 無論是占國內生產種子的比重 占國家財政支出的比重 都是比較低的 日本媒體TBS分析 在經濟前景不明的狀況下 大陸軍費維持7.2%增長 代表增強軍備的動作越來越明顯 但官媒環球時報重申 大陸國防支出是適度合理而且克制的 全世界現在各國加強軍備是普遍性的現象 全球性的通膨各個國家 許多國家在軍事採購上都面臨到採購 加價追加款項 而且預算必須擴張的現象 紅博社報導 其實美國下一年國防預算 也將大幅增加武器採購和研發支出 在通膨和地緣政治干擾下 在軍備上砸大錢中美揭燃 TVB新聞綜合報導 好 大家知道昨天3月4號是世界肥胖日 但是我們今天要來聊的是 中國大陸他們現在發現 他們的人民肥胖率已經超過了50% 所以今天中國觀察 我們也邀請到特派記者敏珍 到現場幫我們分析敏珍好 你好 大家好 好 我們來看 我們看到的是在2020年的時候 中國有一個營養與慢性病報告 他們就發現說成年人操縱率 來到了34.3% 肥胖率是16.4% 那他們就預測到了2030年 肥胖率可能會達到65.3% 那肥胖率高 當然就會提高相關的醫療費用 有可能會來到4,180億人民幣 所以這個佔了全國醫療費總額的21.5% 但現在很多專家就認為 要防治肥胖在中國大陸有一點難度 為什麼呢 主要是因為公眾對於肥胖危害 認知不足 不知道肥胖可能會帶來什麼負面的影響 還有在專業領域內其實也缺乏專業的培訓 那麼現在呢 在今年的時候 中國肥胖聯盟就成立 希望可以有一些科普教育 讓大家重視自己的體重 所以我們想要請教敏珍呢 為什麼中國大陸的人民肥胖率這麼樣的高 是跟他們的飲食有關嗎 是因為飲食激化嗎 還是有其他原因 是 大陸民眾他肥胖的問題越來越嚴重 的確是有他們肥胖人口有上升的趨勢 那他們官方也是不得不採取更多的措施 從2020年開始他們官方的數據 報告就已經發現了 境內有超過一半的成年人是超重或是肥胖 那超過一半就代表這個人口數是有達到了5億人這麼多 而且到了2023年還是這個肥胖人口是不斷的增長 那麼大陸民眾肥胖的問題 男性還比女性嚴重 35歲到39歲是男性最胖的時間 而且這個發福期還會一直延續到49歲 那另外陸媒還整理了一個就是所謂的肥胖地圖 發現到北方的人是比南方的人還要來得胖 像主要是河北內蒙山東天津還有遼寧是肥胖的前五名 那最瘦的省份是落在了海南 那麼為什麼大陸的超重還有肥胖人口會越來越多 大陸專家也提出了很多的看法 那其中一位是哈爾賓養學者王丹他認為 是因為目前大陸很多成年人他是鍛鍊太少 他們所謂的鍛鍊就是運動太少 那麼再加上壓力又大 作息不正常不健康才導致肥胖找上門 那的確像我們在北京住店的時候 就可以發現到很多上班族他們為了求快求方便 其實都是點外賣那都是偏鹹偏油的 不會自己來住 那麼他平時上班的工作時間因為很長 所以到了假日他就只想在家睡覺而已 他也不會出去運動 也就是因為多吃少動 所以是造成他們肥胖問題 越來越嚴重的原因之一 那麼另外像北京友誼醫院的醫師張鵬 他也提出他的看法 他說從西方國家來看 減重手術的量和肥胖人口的量 是呈現一個平行的狀態 可是大陸到目前還沒有做到這一點 另外他還說到大陸的內陸地區 還有經濟不發達的地區 現在減重手術的量也遠遠的不如沿海地區 那麼這就是他認為為什麼大陸的肥胖人數 在短期之內沒有辦法減少的原因 是 像觀眾朋友其實他們感覺好像也蠻了解的 像這個Nino他就說中國的飲食還蠻重油重鞋 可能也是原因之一 另外Adams也說就像敏珍剛剛講的 中國叫外賣非常的方便 的確叫外賣方便大家就會想要 想餓的時候就會隨時就想要來吃一下 不過運動真的還是蠻重要的 好另外我們來看到 我們要先問問觀眾朋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最近的這個台灣的電影 周楚除三害喔 因為我最近打開Netflix發現他都在排行前面 但是我自己還沒有看 但我們今天要來講到的是這個 阮晶天眼的這個周楚除三害 我們知道他其實在去年10月的時候 在台灣上映嘛 但是當時上映的時候 其實台灣的票房呢 累積了4700萬台幣 有趣的是什麼 他們在大陸上映光是三天 票房就破了6.6億 他們的官媒影評就說 這個口味還蠻重的 有大量的殺戮血腥的鏡頭 可以挑戰視覺 而且場景富有張力 節奏恰到好處 那麼但是電影當中 如果有看過的人應該知道 他有很多血腥打鬥的畫面 都被刪減掉了 這就是為了要可以進軍大陸 來符合他的要求 不過網友就有講 雖然刪減掉很多視覺震撼降低 但是是不影響劇情理解的 我們想要請教敏真 為什麼這個周楚除三害 在台灣的票房看起來沒有這麼高 但是在大陸反而開得這麼好 是這個阮今天主演的周楚除三害 在大陸真的是引起不小的討論 我很多大陸朋友也會問我說 看過了沒有 那其實我今天在分享之前 準備資料其實有點痛苦 因為我也還沒看過 然後我很想看 我就很怕被劇透被爆雷 那所以不過就我的了解 就是為什麼大陸民眾會很喜歡這部片 或者是很感興趣 關鍵的一個原因是因為它是近幾年來 大陸市場比較少見 有大量血腥和性愛場面的影片 也就是比較重口味的電影 那麼就有網友形容 這簡直是大陸最大尺度的一部片 甚至有人把它拿來 和近年來比較備受爭議的色界來做比較 那麼很多人對於這部片 他是充滿了期待 那走進電影院以後 也發現到沒有讓他們失望 他們覺得軟經天的演技是讓人驚豔的 他們軟經天他是演一個通緝犯 然後蓬頭垢面的逃亡情況 還有拳拳到肉的打架的畫面 都讓他們覺得軟經天的表現非常的優異 那也就是除了他們討論劇情 大家討論的很熱烈以外 還有一個他們熱議的話題就是 為什麼這部片可以通過審批在大陸上映 因為這部片他就是剛剛有提到 有大量的可能暴力的畫面太過血腥 即便在大陸是已經是上映的是刪減版 但還是有很多打鬥的畫面 所以到底為什麼會通過審批 其實官方沒有進一步說明 那麼網友就會有很多的揣測 那也為大家整理一下 最主要第一個他們認為是 這個故事他不是發生在大陸本身 然後再來是男主角他最後的結局 那當然我不知道結局 是符合正向的概念 那麼還有看過的人說是故事設定 對反邪教還有反黑有重要的宣傳意義 所以通過了大陸的審批 也因為這些討論他熱度一直居高不下 那沒看的人看了這些討論以後 他其實也會那我也去看一下好了 然後大家就一直走進電影院 因此也就衝高了票房 是我看這個留言區很多觀眾朋友 但我們要謝謝他們都沒有爆我們雷 他們很多人都說真的非常好看 有人認為說這個劇情很讓人深思 但也像是Edwin他就說要在電影院看 比較好看喔 但是也有觀眾朋友他就有講說 以這個周楚除山海這麼多血腥的畫面 可以在中國沒有分級的尺度下 算是口味非常重 也許這可能讓他們覺得非常的新鮮 所以票房這麼高吧 好的確 其實剛剛敏珍分析的 還有觀眾朋友講的也都是蠻有可能的 所以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 好那我們也非常謝謝敏珍 今天到現場幫我們分析謝謝敏珍 謝謝謝謝 好我們來看到的是先前這個大陸一傳翻覆 導致兩人死亡相關的案件到現在 還在持續進行當中 而且現在其實已經經歷了非常多次的協商 都還是沒有最終的結論 而在今天呢 家屬跟台辦相關的人員 也決定要回到大陸了 而現在呢全州台辦副主任 甚至直接嗆聲說 台灣當局謊話連篇 後果要由民進黨自己來負責 那對此呢陸委會主委邱泰山就反駁 沒有破局 海巡署其實也有派出相關的人員 來表達誠意也有希望說提供給家屬 20萬人民幣的慰問金 接貨通知來到金門後 每天的閉門協商至今15次沒有結果 家屬情緒再也忍不住 指控遲遲等不到一個道歉 說辭更是反覆 在中間協助溝通的台辦 更是落下狠話 台灣方面依然為對事件發生的過程 和真相做出令人信服的說明 而且言辭前後矛盾 否認事實 謊話連篇 民進黨當局沒有解決問題的誠意 我們也沒有必要再留在金門 由此造成的後果 由民進黨當局負責 痛批海巡署謊話連篇 因為越界陸籍快艇頒復案 從2月14號至今事件延燒 海巡署金馬棚分署長 帶了20萬人民幣的慰問金 要給家屬服 但是 直接被撥開拒收 似乎認為目前沒有結論 就拒絕海巡署的相關慰問 一次次的協商會議 一次次的再度破局 陸方家屬直接表態 但對此陸委會主委邱泰三 反駁協商破局 但李曹輝剛剛批台灣當局 謊話連帖你怎麼看 這個話能信嗎 而這一次的事件想落幕 恐怕似乎沒那麼容易 TVB的新聞 王玉廷 歇論 金門採訪報導 TVBS新聞直播 回到YouTube頻道了 提醒您 每週一到週五的 晚間7點到9點 由新化主播為各位 新文化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